同学们收集纸餐盒 仔细分类清洗整理 才发现原来生活中 一次性的餐具量这么大 两个多礼拜 然后收集了大概1600多个餐盒 然后我们就是之后把这些餐盒 做成一个装置仪袖 明道中学高三学生李若慈 在校园发起餐盒行动 透过收集纸餐盒 做成大型垃圾桶 唤起大家爱惜地球环保的概念 午餐使用量使用到这么多的 一次性的餐盒 所以就是鼓励大家可以 自己带自己的环保餐盒 去买饭这样 同学们通力合作 果然发挥影响力 带环保餐具的人变多了 连学校的活动 也开始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 来自各个不同年级的孩子 跟他一起做 这是第一个感染力 从年轻的孩子发想 然后回过头来 让大人们开始思索 一个正向的发想 到努力去完成 只要有心 每个人都可以是环保兼兵 大爱新闻张国丹欧阳光辉 台中报道